中共使用至少9颗美国波音公司和马克萨尔技术公司制造的卫星 用于南海争端前哨战的中共驻扎军人间的通信进行政府宣传 并帮助中共警察对抗示威者 包括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镇压 中共还租用了波音公司正在制造的第10颗卫星 希望加强其全球定位系统 不过波音表示已暂停了与之相关的中国新卫星协议 一家名为亚洲卫星通信的香港公司充当了中共和美国卫星制造商中间人的作用 它购买美国卫星上的宽带频道在转售给中共 该公司由美国凯雷集团和中共国有控股的中信集团共同拥有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前主席表示 这既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也是一个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 新唐人记者王宇因综合报道 这是第一次说是各种国家限迁三道卫星浩物